學生合力將豬汁從統籍中搬出來 再放到地板上 由部落講師示範如何殺豬與分豬 學生也親身體驗這項傳統文化技能 殺豬 它的部位給什麼地方 然後它的怎麼切怎麼切 學會了那個分豬肉 然後也知道那個分豬肉 原來有那麼多細節 殺豬是布農族傳統生活文化之一 尤其在結婚時 也會分豬肉給親朋好友 而分送豬汁的部位 則代表著不同的親屬關係與熟識程度 頭的部分的話 就是給那個新娘的長輩 尤其是他的像什麼 國公 叔公 這些祖父級的 為什麼布農族結婚的時候 一定要用豬 因為豬的每個部位 就是每一個親屬的那個歸屬 這次納馬夏國中成年禮活動 學生除了體驗山林生活 還有布農族殺豬文化 並從中更了解布農族殺豬的社會功能與意義 有日新聞的該怎麼自面 高雄大馬夏採訪不到 在這次納馬夏國中成年禮活動